李宪出演的24部影视剧全盘点 长相英俊,演技精湛,气质多变 如今提起李宪,人们大多会如此形容这位顶流男神 李宪,1991年出生于湖北 201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201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万剑穿星》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之后大大小小参演过至少24部影视作品 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到法医情名 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去有风的地方 从不起眼的配角到爆款剧的男主角 李宪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严肃中略带脾气 清爽中略带沧桑 硬朗中略带可爱 再加上纯净治愈的微笑 灵气暖意的眼神 矛盾又和谐 你很难用一个类型去定义他 李宪虽然是从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后爆红》 但其实爆火之前 他就已经有了好几部非常有质感的作品 那么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 一起来回顾一下 李宪出演过的那些优秀的影视作品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 是李宪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豆瓣上 由22万人打出了8.6的高分 虽然李宪不是主角 但绝对是他的一部重量级代表作 李现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李宝丽的儿子 戏份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却把从小失去父亲的少年对母亲的埋怨展现的恰到好处 影片一开始 李宝丽一家搬进了丈夫单位分配的新房子 本来是一件喜事 之后却因为一些令人窒息的家庭矛盾 李宝丽的丈夫跳江自杀了 为了抚养儿子和赡养婆婆 李宝丽做起了挑扁单的活 本以为儿子考上了好大学 可以享福了 而他的儿子 在知道父亲自杀的真相后 毅然决然地提出与李宝丽断绝关系 让他搬走 离开这个父亲留下的房子 结尾 李宪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 并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 眼神里是满满的不舍 这种复杂的内心戏 他演绎得很完美 马文昭 我生你养你 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 你有没有良心 今天年初 我终于把他找到了 你找那个表的做什么 我们好好一个家 都是被他搞垮的 到底是哪个搞垮的 你什么意思 我终于知道爸爸为什么自杀 我才知道你原来这么阴险 接下来的2012年 主演青春爱情电影《初恋未满》 李宪在片中饰演大魏 2013年 出演爱情喜剧电影《玩命是爱》 该剧在2017年上映 2014年 出演城市奇幻单元剧《奇妙世纪》 李宪在剧中饰演保险代理人阿亮 接下来是第二部优秀作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这是一部校园青春剧 由陈晓、杜天昊、刘瑞玲、李宪领衔主演 以大学生为主轴 剧情描述户都大学330宿舍里 4名男生从大二到毕业经历爱情 友情、事业和梦想的青春校园故事 有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 其中电视剧版的评分更是达到7.6分 李宪饰演谢迅 人称中意猛男 但实际是暖男小胖 出身贫寒 但却特别讲义气 对女友高宝镜始终不离不弃 小姐儿 小姐儿 陈迪斯尼 陈光 我现在为了家头女人 没了资格的去探听出来的 你晓不晓得吗陈光 那你都可以继续探来 钱人 不要练 第三部 法医秦明 这部由张若云 焦俊燕和李宪主演的法医秦明 以法医视角作为主轴 剧情描述法医科长秦明 法医助理李大宝和刑警队大队长林涛 三人携手破案的悬疑行政故事 近16万人打出了7.0的评分 其中李宪是眼形警队大队长林涛擅长现场勘查和指纹调查 虽然拥有绝佳的行动力 但却胆小怕鬼 与张若云是最佳行政拍档 CP感十足 张若云负责耍帅 李宪负责搞笑 那段时间网上到处都流传着李宪的表情包 他出现的镜头 随手一截 感觉都是段子 作为反差盟队长林涛 李宪在这部剧中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也是这部剧让李宪真正的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第四部 和神 这是李宪首度挑大梁主演的电视剧 如果说法医秦明让大家认识了李宪 那么和神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 这部剧以民国年间天经卫为背景 讲述何中怪力乱神之事源源不断 郭德友和顾颖等人卷入一桩桩离奇案件的悬疑他案故事 目前22万人在豆瓣上打出了8.1的高分 绝对称得上一部优质作品了 李宪扮演男主角郭德友 他用破衣烂衫给观众们演绎了一场绝佳恐怖剧 匹帅又可爱的和神形象形成了李宪风格 郭德友 你这狗皮屈还真是损了你那神婆老娘啊 你们不是应该在河边捣搓那只王八吗 接下来2017年 李宪在电影《建军大业》中扮演罗荣桓元帅 同年出演青春偶像剧《夏至未至》 2018年年代情感剧《天天冷少俏家人》播出 李宪在剧中饰演为人宽厚善良 但缺乏魄力的丁子辉 紧接着与陈伟霆 百百合合作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南方有乔木》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长剑雄 同年与张若云 马思纯合作主演的校园爱情喜剧电影 《奇葩朵朵》上映 李宪在片中饰演品学兼优的富二代徐子聪 另外这一年还播出了一部李宪特别出演的都市女性剧《上海女子图鉴》 虽然2018年播出了他的四部作品 但似乎都没有掀起太大的浪花 但不用等太久 2019年的一部与杨子合作的爱情甜宠剧 则一举将李宪推入了内娱顶流的行列 这部剧讲述了可爱呆萌的学霸罗莉童年 倒追叱咤风云的电竞男神韩商言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当时收视双台破一 全网播放量160多亿 微博话题阅读量370多亿 可谓火爆 剧中的李宪 一改之前的匹帅风格刮去胡子 整好发型 一个清冷又可爱的霸道总裁就出现了 李宪成熟稳重的外形 与韩商言 这个角色十分贴合 也得到了原著粉的认可 不得不说 李宪风格多变 可塑性强 真是天生的好演员啊 我们这里包夜是从晚上11点 到明天的早上6点 我们一般是7点会关店 十分钟 啊 还给您 自此 爆火后的李宪 影视商务资源开始肉眼可见的飞升 之后就转战大屏幕发展 先后主演了剧情电影《中国机长》 赤狐书生 抵达之谜 搭档春夏主演的一部悬疑电影《练曲1980》 搭档雷佳音 星直磊主演电影《古董局中局》 以及还有一部早期拍摄的古装剧《建王朝》 但可惜的是播出后都没掀起什么水花 但好在它调整路线 又迅速回归电视圈 第六部 剩下的十一个 这是国内首当明星个人软科幻悬疑迷你剧 该剧改编令的原创短片虚构故事 十一left 剧中多位长相酷似但命运截然不同的李宪 在架空的时空中因为一款神秘的社交软件 被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游戏 由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李宪还是很会挑剧本的 他会尝试一些很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要么很小众 要么就会一鸣惊人 在短视频盛行的今天 《你你剧》有可能是下一个流行哦 第七部 人生若如初见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神州大帝满目疮痍 有志青年愤而崛起挽救家国 没落贵族良乡 革命党杨凯之 北洋武右卫军李仁俊 成为最早一批赴日留学深造的进步青年 在邮轮上和革命流亡者于天白 秋红相遇 从此五个人宿命被紧密勾连 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前进 最终走向不同的人生之路 主演李宪 但是好事多磨吧 该剧《一度定档》在今年7月18日 湖南卫视播出 并在爱奇艺全网首播 但不知因何缘故首播六集后 突然下架 到底为何 说法五花八门 但看过的观众都说 剧集的运镜 构图 浮化到 真是美 而且剧情紧凑 质感浓郁 直接将历史风云岁月与高逼格 狠狠汗死了 这也就意味着 无论剧集最终做出怎样的调整 都不会失去可看性 第八步 去有风的地方 这是一部田园题材的现代生活剧 刘亦菲饰饰演的女主许红豆 因闺蜜去世 生活工作陷入低谷后 独自前往大理云苗村的有风小院休息调整 在旅行的途中 遇到了辞去高薪 回乡创业的男主谢之遥 以及其他同样来大理旅游的年轻人 后在与谢之遥一起发展云苗村文化旅游事业的过程中 许红豆和其他年轻人 从当地村民们 面对酸甜苦辣的人生的那种坚韧和勤劳中 获得了重新出发的力量 相信观众能从剧中的角色身上 看到被生活压到喘不过气的你和我 据悉 这是刘亦菲的首部现代剧 同样也是李线 亲爱的热爱的大火后再次出演的第一部现代爱情剧 这部剧治愈暖人 宁静美好 一经播出就大受好评 甚至带火了云南当地的旅游事业 不得不感叹李线真的很会挑剧本 不出意外这又将是他的一部高峰好剧 你知道冬日怎么样形成的吗 温暖的空气像冷的空气流动 这样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 形成新的风向 另外 李线还有一部与人敏搭档主演的电视剧 《群星闪耀时》预计2023年播出 期待满满哦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那你最喜欢李线的哪一部电视剧呢 你觉得它会成为内于未来十年的领军人物吗 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这里是OneTop10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